其实讲到这个京东物流 大家都绕不开一个词就是亏损 连续12年亏损 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分析过 就是你们始终不能够盈利 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 不光外面关注 我们内部也很关注 对 因为物流业务或者说零售业务的 根本会去看成本效率体验 这三个维度 我们要不断去平衡好 给客户带来很好的体验 给企业带来非常高的效率提升 然后成本还要达到最低 当然了如果我们要降低客户的体验 我们可以很快速地把成本加下来 比如讲我们原来是把货物 都送到客户的家里 如果我把货物都送到楼下 或者楼下某个地方 我这样可以节约我员工大量的时间 他原来可能每天只能送100单 会变成每天送200单 表面上看效率提升成本降低了 但是客户体验下降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 首先我们的业务是要不断平衡这三者的关系 其次呢就是对这个业务本身来说 我们是不断去优化 让它更健康 我们现在是逐步来优化 我们的这个亏损的情况 因为物流行业 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三个维度 他要不断通过投入 来增加客户对物流的 这个技术设施的信任度和依赖度 也就是说让体验更好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 如果我们要降低 我前面讲 如果我要为了降低体验 我今年就可以盈利 我马上就可以盈利 但我不能这么办 我需要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